咱聊球时候肯定总提起一个梗 就是你看啊 那谁谁像打学生打小孩似的 然而美国网红开Senate 就把这个事搬到了现实里边 怎么说呀 这哥们儿吧 爱打球 有个职业篮球梦 但是他长得太矮了 只有1米66 22岁的人了 别说打职业了 这身高 你去打个高中联赛都费劲 于是这哥们儿灵机一动 宣布退出直播界 加盟LBA 追逐自己的篮球梦 乍一听挺励志是吧 但问题是 这个LBA 全名Little Basketball Association 翻译过来 就是小篮球联赛 放到咱国内 就是那个U13 最大孩子不超过13岁 反正这哥们儿 也是真的hold得住 带领LBA的纽约天空 战胜了菲尼克斯代表队 拿下了冠军 讲道理啊 就这球 我一场都不好意思打完 他硬是撑了一个赛季 战胜对手后 这哥们儿还庆祝场 随后他就宣布 从LBA退役 告别职业赛场 天空队还退役了他的球衣 我只能说这 美国人玩起来是真的抽象 有些网友看了也表示 这真是黎大谱 这22岁在国内大学都毕业了吧 你说这是成年人 能干出来的事吗 不过你换个角度思考 前一阵篮球网红杨正 CBE体测那个事 闹得也挺大 要不 还走一下这个路线 拓宽一下赛道呢